第九十一集 李长寿仰头看去 长发与道袍起起飘动 上方的雷池再次倾倒 又是一片雷铺乌落 但是这一次 李长寿双腿一弯 整个人冲天而起 双目神光涌动 主动迎着雷铺而去 九雷天解 我已经等你 实在太久了 师父 怎么又不走了呀 南海上方 一朵白云停在那 被老道拉着的少女 小声问了一句 这老道注视着李长寿 第二处渡劫之地 紧不住到稀口凉气 这 这是什么天解 上有天宫 终有龙颂 下死神魔 我非是排行第二的 九霄神魔解 但随之 老道又是摇头一探 今天这男孩是怎么了 修道奇才 相约肚结 可惜啊 又有一个小家伙 要葬身天结之下 走吧走吧 看这个无用 师父 人家就不能度过这种天结吗 刚才那个八道的雷结 你感受到周围有灵气 向渡劫地涌动了吗 少女顿时摇头 这不就对了 八道雷结极难度过 更何况是三十二兄结 刚才杜结者已经魂飞魄散 现在又来了一个 嗨呀 辞职太好 是会遭天度的 洪荒的高手着实已经太多 不靠天结压一压 那结说不得转眼就来 走吧 莫要去看人落魄事 老道言罢 这朵白云继续南飞 那少女却是好奇地 多看了眼千里之外的海面 那朵极大的结云 已经差不多要压到海面上了 雷震声响传千里 电光如瀑 要反空 千里范围内的海面上 风雨大作 那渡劫之地方圆百里之内 浪涛更是高得吓人 方圆数千里内的天地灵气 朝着李长寿杜绝之地 汇叙而去 在结云中 化作雷池的雷霆园印 一次又一次地向下倾倒 下方岛屿已经被毁了近半 还好李长寿选择杜绝之地时 都是选那种没什么活物的荒岛 而那些海中生灵溜得更早 雷铺接二连三 风雨欲演欲练 这本该只是影响范围不大的 炼器式成仙天结 却意外地搞出了大魔头 被天谴的深微 成仙结算是众多天结类别之中 威力相对较小的天结 毕竟成仙在洪荒而言 也只是不太起眼的小事 真正能够称得上厉害的劫难 应当是在天仙巅峰突破金仙式 若自身业障 大果功德太多 天道不云此仙长生 就会降下长生结 那是能批此金仙的天结 结于面积动辄笼罩千里 也并非雷结这般单一的类型 与此同时 渡骑之地的东南一千三百里出 师父 咱们怎么又停下了 还是那朵向南去的云朵上 名为汉指的少女小声问着 那老道眉头轻皱 用自己强横的仙石 注视着千里之外的海面 哪怕是半步金仙境的实力 这老道依然看不透 那重重结云覆盖之地 那里天结之力浓郁得有些过分 但是根据结云不断震动 抖动 也能推断是否落下了雷结 这天结有些不得劲 此时已经第七道了 竟然还未散去 老道掐指推算 突然转过身形 瞪眼看向了更远些的渡结之地 似乎除了天结之外 还有其他东西 师父 咱们为什么不过去看看 若离着太近啊 见识了这般成仙劫难 没时怕你今后对天结有惧怕之心 前不及 在此地看看他能否撑过第八道 按理应该是撑不过的 轰隆隆 天地又是一颤 第八道天结已经落下 雷光瀑布千里之外清晰可见 结云还不散呢 杜杰之人就能撑过第八道 莫非是什么远古大能转世 走 汉之 一通过去看看 这老道不知道第几次倒吸凉气 拉着自己徒儿 朝着李长寿杜杰之地飞去 脚下白云飞得十分的迅急 但他们刚动身不久 就近千里之外 有一颗银白贩子的巨大雷球 从杰云中凝成 仿佛在海中 升起了一只雷光神物 恰似天地间多了第二个太阳星 雷球轰然砸下 那里的天结之力 达到了巅峰 下方的海面 炸起了千层弩浪 老道继续前飞 一千多里对于他这般境界 也是一段不短的距离 海面上突然出现了 一阵阵疾风 那是方圆数千里之地的灵气 在朝着杜杰之地涌动 灵气汇聚之快 甚至能在空中 看到一缕缕七彩豪光 师父 起风了 汉之满是震惊 那个人渡过劫难了 不错 这是渡过天结成仙后的吸纳灵气 这老大的神色也有少许激动 走 这必然是什么大人物转世身 你看这些灵气的量 说不得 此人 不 此仙就要直接飞升天仙 快 咱们过去结交一番 若是能让他入咱们结交门下 也是一件美事 然而 这老道岛 这老道岩宇刚落 天地间 突然出现了一道紫色雷霆 从九天之上现身 瞬间洞穿结云 砸落在那岛屿之上 老道眼睛一红 红光圆润的老岭 被那道紫色神雷 映成了茄干之色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看好对方 对方成功堵结 刚说对方已经平稳 度过劫难 居然又落了一道神雷 上教老爷在上 这当真不是我言语导致之事 少女汉指纳闷 师父 这又是什么 天法 真正的天法 天道觉得它是艺术 哪怕度过了天节 也要降下天法 完了 这人必死无疑啊 天法可不是那么好 这次 不等老道说完 必死无疑四个字刚落 周遭的疾风再起 无边的灵气朝着度结之地 再次汇聚 拼到这张嘴 师父 您不要说话了 赶紧过去看看 一旁的那少女小手探了过来 将师父的老嘴赶紧堵上 第九十二集 老道摇头笑了笑 手指对着前方一点 白云飞速更急了一些 他们距离度结之地 还有八百里 度结之地 出现了一片灵枝状的祥云 空中结云 化作了漫天白云 又快速凝坐了漏斗状 漏斗的最末端 就是肚结之人 白云内 一股股精纯的灵气 朝着下方涌动 秽入那道 已经能够模糊看到的人影身上 九天之上 有一束金光照相 将此人笼罩在其中 这光柱之中 有一道道仙子的虚影 随着漫天鲜月起舞 他们随手撒下漫天的花瓣 又有白发老手驾鹤而来 对着下方人影连连道鹤 这些尽是天地异象 此时的天节之力 已经十分稀薄 待老道他们距离那儿 还有六百余里 漫天异象还未消散 已经将节云吸完的人影 突然扭头转身 朝着大海中跳去 老道一乐 连忙运转仙力大海 施展千里传音 道友 然而 海水之中 鲜光一闪 那人已经没有了踪影 师父 他逃什么呀 就跟咱们是恶人一般 他怎么知道咱们是好是坏呀 老道面露感慨 随后掐指推算 但是推算了一阵 却是毫无所得 躲避天机 应当是某位大人物的转世 深无疑了 不然也不可能如此谨慎 为师推算之法 也算有些造诣 竟寻不到他蛛丝马迹 一看就是在远古上古修行过呀 甚至世道之艰险 汉指 你还要过去看吗 这人已经走了 过去看看嘛 师父 徒儿也想见见 这天节的威力如何 善 这老道目光满是宠溺 带着徒儿驾云向前 片刻之后 这两道尸影 总算是站在杜节之地的上方了 但少女那张俏丽的脸蛋上 满脸的黑线 下方的小岛仅存小半 在被毁的那半边岛屿 海水下方出现了一口四方的深坑 师父 这就是成仙劫难吗 放心吧 老道笑道 盯着海面上飘驰的那件燃血破衣 你的天节绝对没有这么强 顶多只有这十分之一的程度 汉指的嘴角一阵抽出 这话听着怎么 老道手指一点 下方那件破衣 顿时被火光包裹 迅速烧成灰烬 这人走得匆忙 落下了这般物件 为他打扫点隐患 也算是结个善缘 走吧 不然一会儿又有高人过来看热闹 结实起来也麻烦 汉指轻轻汉手 低头瞧脸海面之下 那黑洞洞的深坑 被师父拉着 继续飞向东南 也不知道留下的血衣被人发现了没有 李昌寿心底盘算着 此时凭借体内的先例 全力施展水盾树 朝着溪面急窜 他察觉到了那一对 赶往自己渡劫之地的老道和少女 才会放弃原地疗伤 吸了最后一口灵气赶紧跑路 那件血衣 是在俗世行走时 从一名战死的凡人兵族身上扒下来的 用灵力泡了一段时间 应该能干扰那些想要追踪自己之人 而且呢 那兵族得了他亲口念诵的超度经文 下地府投胎那是相当迅速 水盾法化作的那股水流 清净一阵 其内溢出了一丝丝血迹 但是这些血迹还没来得及扩散 就被折返回来的水流再次带走 李长寿此事 浑身上下闪耀着凄惨行光 但自胸口到腹部 身躯有着一道道珠网般的裂痕 其实仙躯还算可以看 此时仙鹰是更惨 萎靡不振地倒在钟丹田的位置 一动都不能动 道理咱都懂 但是为什么 九道雷姐 会有第十道 李长寿又忍不住咳嗽两声 浑身剧痛都是小事 不断地吐血 太难处理了 古往今来 有几个渡血成功的 会像我这么惨 他在海水中停下 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火自碎玉 以及其他几样此前取下来的小玩意儿 眼前有些发昏 身形在海水中开始摇摇晃晃 李长寿自然知道 最后一道紫色神雷是天罚 这是天道因此前他蒙蔽天机而降下的责罚 而他此时这一身重伤 基本上就是这道天罚造成的 但好在 李长寿当时反应迅速 感受到天道要降下天罚的瞬间 拿出了自己仅有的几件防御法宝 成仙天结 无法用法宝抵挡 但是天罚却可以用法宝抵御少许 这几件法宝虽然成色不佳 也算是为李长寿缓冲了少许的天罚之力 这才让他有逃顿的机会 紫色神雷落下之后 李长寿倒也算是心安了 我并没有亏欠天道因果 一口鲜血逆涌而上 但却被李长寿用手死死地摁住 元神仙鹰受伤太重 他必须要寻地静养 不然自己渡劫之后 猛吸灵气所突破的境界 恐怕会跌落下去 心底上有渡劫时产生的无数感悟 这些是自己接下来继续飞升的基础 也必须尽快地接纳 李长寿的现实散开 在茫茫大海之中疯狂地搜索 很快就露出了几分微笑 朝着南面深海急顿 多多时 大海深处传来了一声声低沉的吼叫 一头身长二十余丈的怪鱼 离开他生活了几百年的海域 朝着西面迅速游动 在这怪鱼的背部隆起之处 有鲜光轻轻闪动 偶尔还会飘出一朵白玉莲花 但怪鱼之内的李长寿 却没有半分气息泄露 哪怕是在重伤之时 李长寿依然不忘记运转归西绝 而这只怪鱼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一直想朝着西面游动 而且呢 与海岸保持着固定几百里的距离 李长寿本来是想在这怪鱼体内疗伤的 但是几日之后 自己伤势已经稳定住 先驱先鹰都可以自行地缓缓恢复 他心神一松 那些感悟分塌而来 将李长寿的意识 强行地拉入了那玄妙的仙境之中 此门名众庙 此境好玄玄 第九十三集 李长寿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境界 自己能够感受到周遭的环境变化 也能够控制这条怪鱼游动的大致方向 但却无法自己醒来 畅游于那玄妙的道境中 他丝毫察觉不到实现的流逝 但一丝神念 一直在怪鱼的深周飘荡 能够为他及时地示警 怪鱼不停地朝着西面游 渐渐地过去了三五个月之久 某日 突然有两只巨大的铁刺 从海面之上探下 将这条大鱼胸腹贯穿 李长寿当时就惊了一下 但因为没有感觉到危险 自身依然并未脱离那般玄妙道境 他就在大鱼的背部静静待着 继续体悟 理解那般道境 其实啊 是他想脱离也脱离不出来 而后 李长寿随怪鱼 被两艘大船拖回了岸上 被一群打扮比较原始 身强力壮的轻壮男女 拖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寨子 勉强能够分出一缕鲜石 扫过外面 发现这里绝大部分都是凡人 只有几人 有炼器化神的实力 怪鱼被解剖 李长寿感觉自己从怪鱼的背部 滑了出来 然后 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 这群地处偏僻的渔民 将李长寿当成了海神 在他的身中又是跪拜 又是跳起了捣住之舞 还开了几天几夜的庆祝大会 把他给供了起来 只因为他从鱼被中划出来时 深周的鲜光闪耀 自身不染半分污垢 形象也十分鹦鹉 接下来的两个月 李长寿就保持着这种玄妙的状态 被这群渔民供奉在了寨子中 一位十二三岁的少女被选为侍女 日夜守在李长寿的身旁 又半个月后 李长寿总算将那些感悟尽数接纳 总算是挣脱了玄妙之境 闭目养神内侍已震 已是到了清晨 那少女从隔壁房间醒来 听到轻盈的脚步声 李长寿也睁言起身 准备跟这位盗女道谢之后 迅速离开此地 少女捏着脚即将入门 李长寿已经口中出声 多谢孤 门帘被掀开 一条能由李长寿大腿粗壮的胳膊叹了起来 李长寿顿时一阵眨眼 我感知有错吗 不是少女 是少年 当下他连忙改口 多谢壮士搭救之恩 一道壮兽的身影 从门帘后叹了进来 先是一张俏丽的小领带 而后就是那铁塔般的矮小身躯 还有那飘柔而下的三千青丝 就听一声粗犷的嗓音 从这少女口中传来 呦 太多麻烦 李长守在道谢之后 趁着那铁塔少女跑出去喊人 自己留下了一堆金银财宝 悄悄地不告而别 他并未走远 失禅土盾钻过百里 藏身在海边丛林的一棵大树树干中 用鲜石扫过这处寨子各处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个寨子 莫非是水土里面掺了猛汉药 鲜石所及 一群身强体壮的男男女女 在各处忙碌 他们还不是一般的身强体壮 而是那种 就那种 那种难以描述 犯着贵族气质的强壮 鲜石所及之处 浑身都是爆炸性肌肉的男男女女 每一位都是胳膊和自家小师妹的 腰身差不多粗细 几百斤的大磨盘 被几个孩子滚来滚去当玩具 除去少部分的老人孩童之外 这寨子里大多数人 都跟自己此前见到的那位铁塔少女 差不多的体型 可能是我多想了 这就是一个追求肌肉美的寨子吧 李昌寿心底一笑 一心两用 在观察这个寨子的同时 细细感受着自己还未完全恢复的先驱原神 鲜石比灵石好用许多 不仅探查的范围更远 看的画面也越发清晰深度 渡截之前 李昌寿的灵石最多能够探查一二百里的范围 但看到的都是模糊的画面 只有三十里之内才能看到清晰的画面 现在就不同了 随便放出鲜石就能探查到两千里之外 就好比此时 哪怕隔着千里 也能大概地分辨出 那两个扭打在林间草地上的人影 他们大概地搏击动作 好像不是在打架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总之呢 探查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李昌寿的注意力 回到百里外的寨子中 那位照顾了自己一段时日的少女 匆匆忙忙地带着一群人 冲向他此前所待的木屋 发现他留在床榻上的一堆金银财物 离开渡仙门已经九个多月 自己还可以在外面停留最多三四年 不然师父和内门执事定会外出找寻 这段时间去找一个海岛继续闭关吧 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自己现在必须要思路清晰 一件件事安排好日程 疗伤与稳固境界自然不用多提 必须想办法隐藏起自己的先例和先驱 模拟出原本凡胎道具 既然最开始选择了隐匿修为做底牌 那就要将这条路坚持到底 万一突然暴露了 肯定会被杜县门高层怀疑 第三版 龟西平气阙的开发必须要提上日程了 除此之外 李长寿还要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 因为自己度过天节之后 实力向前猛迈出一大步 得到了传闻中的飞升 这自然是好事 但是此前所做的那些御敌手段 有三分之一都完全失去了意义 还有三分之一 效用大打折扣 比如软仙散与诸多毒丹 已经略微有些鸡肋了 实力不够时 迷藥和毒丹时互生力气 可现在 毒丹的效果 已经不如他一巴掌拍出去了 自己此前练制了那么多对付真线的毒丹 只能封存起来 以后在特定的环境中使用 或者去中神柱的边缘 找一个防阵 拿去换成宝材药草 那把青铜短弩的威力 可根据使用者的法力先例水准提升 这些耗先例极少的攻击力气 可以留存 稍后用先例祭奠一番 发挥一下它的潜力 能够继续给指人使用 三昧真言也是这般 威力随实力提升 稍后只需要补充修行 凝炼鲜火 简指成人的神通 需要再次参悟 今后的指人会有更多的妙用 威力也非之前能比 五行遁法也能够迈入全新的境界 第九十四集 剑阵法宝要重新激烈 一些此前想画却画不出的强大符禄 现在也可以做出来了 螺天宝散可以搞一些更强力的阵法 等等等等 细细一数 自己要做的事还当真不少 三四年的时间不一定够用 还是先挑着最重要的来吧 先把自己最常用的几个遁法提升一遍 事有轻重 生命一直是第一呀 飞升又如何 成仙又如何 成仙让自己从一只蚂蚁变成了强壮一点的蚂蚁 飞升给这只蚂蚁插上了翅膀 飞到了空中 但那也只是一只飞 而且目标更加显眼了一些 洪荒补起碎 至今无数年 就算大劫不断地降临 但存留下来的高手依然有些太多了 上有天道 道祖 六圣 下有远古大能 三教大佬 巫妖残墙 人族后起高手 各类高人转世等等等等 自己现在洪荒三流高手都算不上 差得还很远 而且重点是 还特别地穷 鲜石捕捉到了远处寨子中 一片嘈杂的吵闹声 那壮壮的少女抱着李长寿 留下的一堆金银财物 蹲在那嚎啕痛哭 啊 仙人真不是我弄丢的 我也没把仙人给卖了呀 啊 啊 看他蹲在地上 哭得像是个两百斤的孩子 周遭那群铁塔金刚们 依然狠心地对他一阵无情的指责 让你照顾海参 那么大个海参 你咋还能堪丢了呢 啊 你非要跑出来喊人嘛 你就站在窗口喊 海参醒了 海参醒了 不就行了吗 到处乱跑个什么呀 哎呀 都说了那是海参 不是什么仙人 雄灵力啊雄灵力 你别听你爹胡说 冒犯了海参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 快 把这些金银俗物送到村长屋里面去 免得这些俗物冲撞了海参 熊 这姓氏倒也贴切 真是熊的身段 这群大人骂这个少女一阵也就散开了 并未惩罚这个少女 开始在寨子内外搜寻他们的海参 李长寿继续暗中观察 这寨子有些异常 而这也是李长寿会停留在百里之外 并未直接离开的唯一原因 事有反常必有妖 也有可能是藏了宝 寨子中有上千人组 依靠打鱼狩猎耕种为生 生活较为充实 此地也是风条雨是没什么天灾 至于人祸 凡人王国不足来几千正规军 还真不一定能攻下这个寨子 更别说那些小团伙的山贼海寇 但是这寨子里的绝大部分人 没有修行 均是凡人 却都如少女一般的壮实身材 这回事有些说不过去 首先这营养绝对跟不上了 更别说这里的人们 并没有特意锻炼肌肉的举动 李长寿能想到的几种可能中 概率最大的情况 就是此地有什么特殊的水脉 食材 而且还是亮大管宝的那种 往往 这种凡人不以为意的神奇之物 会是炼丹炼器布阵修行用的宝物 再加上此地并无任何的外来炼器式的踪迹 寨子里那几个炼器化神阶的人物 应该是修行了某种残缺的法觉 这在人族俗世范围内并不罕见 这才让李长寿稍微有了些兴趣 并决定停留在百里之外稍作观察 这群壮士在寨内搜寻无果 于是群雄出洞 经全雄寨之力搜寻半天之后 有个老人无奈地喊了一句 海神回大海了 于是 这群大部分都姓雄的村民 又回到了寨子 开始热闹的篝火大会 欢送海神回归大海 李长寿观察了三日 也去暗中查看了此地的水源 调查了只寨子常用的食物 搜索了附近几百里之地 却没有发现半点异常 莫非 真是祖传的体型 他不愿在此地耽误太久 找不到此地异常的原因 就决定离开了 半夜 李长寿在这棵大树的树干中挤了出来 化作了一只体型中等的鱿鱼 投身到了温暖的海水中 去找寻自己接下来的 碧关之地 此地乃是南善部州西南部 南海龙宫的势力范围 但是因为南海龙宫离陆地太远 也不如东海龙宫那般活跃 这片海域倒是异常的宁静祥和 李长寿很快就找到了一处小小的荒岛 在此地 乾宗必关 三个月后 李长寿的道商已经完全恢复 水炖与土炖的威能 进阶有了大幅度提升 又将三昧真言重新修行了一遍 凝出了鲜火 五个月后 坐在礁石洞中的李长寿身舟 鲜光尽数收敛 呼吸吐吶再无清其外露 双目之中也没有了逼人的神光 身上那股清香也消失不见 站起身来 低头打量了一阵 自身气息再无半分波动 走到礁石旁 李长寿静静占领 观察着海水中生灵的反应 此前因为仙人威压的存在 海中的鱼虾会纷纷躲避 如今它站在此地 海中的鱼虾除了被惊扰一下 而后正常无聊兮兮 想了想 李长寿先模拟出了 反须第七阶的气息 又将这部分气息隐藏起来 再显露出反须三阶的气息 第三版归西平气局大车 回去之后 就把第二版传给灵鹅吧 轻轻吐了一口气 李长寿的心情颇为不错 不想多浪费时间 就要回之前藏身的炎洞中继续修行 刚要转身 北面的天边 突然出现了一缕七彩宝光 李长寿的先师立刻扫了过去 发现那宝光的来源 就是铁塔少女 雄灵力的寨子 那个寨子果然有好东西 不过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很可能会引来其他练习式的注视 我贸然过去 恐怕容易陷入危险之中 斟酌一二 李长寿在袖中取出一张纸人 对着纸人吹了一口气 这纸人多唆几下 慢慢地活了过来 伸展着小胳膊小腿 在李长寿的手中跳起 落到海面 小纸人踏着海水走了两步 砰的一声 发作了一位 终年道士身影 接住李长寿扔过来的三只宝囊 转身钻入海水中消失不见 李长寿回返岩洞中 闭目凝神 心神寄托在了纸人分身之上 他把心态放得十分地轻松 若是能够捡到宝 那就剪 剪不到就回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